因為它承載重量的問題 所以說它這邊有個三角形的鐵牌在這邊 以方便就所謂的支撐 指著油霧車說明它的構造和特色 因為台灣早期營業用的鐵馬 只有兩種有特定顏色相當罕見 一種就是眼前綠色的油霧車 另外一種就是水藍色的養樂多車 它這台比較特殊的點就是說 第一個它的顏色是水藍色 再來的話它是兩個斜桿 可是它是比較低 因為以方便所謂的我們講的養樂多媽媽的一些跨座這樣子 可是它的顏色上就是一定會有不一樣 因為一般的老的腳踏車都是以黑色或者黑色為主 只有這一個它比較特殊它是水藍色的 無論是油霧車還是養樂多媽媽車 這些都是營業用的鐵馬 也是這次展出的主題 34款營業鐵馬一次排開 在大雅活際花式展出相當壯觀 收藏家表示二次大戰後到1970年 是營業用鐵馬的輝煌時期 一直到1980年才逐漸被汽車取奈 因此這個時期的鐵馬和相關文物相當有看頭 早期就是每一台腳踏車 它均有附一個所謂的保險證 就像現在的汽車 它有所謂的保固這樣子 那這一面的話它是掛在它腳踏車的橫桿上面 就是說我今天腳踏車我出廠 你如果說在幾年之內 比如說一年或兩年之內 你有任何的 不是人為因素的損傷的話 它會幫你做所謂的保固還有維修這樣子 所以它後面 後面它都有寫一些它的文字 它寫在後面就是說 喔 腳踏車因為你怎樣之後 它會做維修保固這樣子 是我來說說有看 我記得我上初中要買一部腳踏車就很困難 然後都是石頭的那個道路 現在年輕人跟它講以前腳踏車怎麼樣怎麼樣呢 他們都說是不是在講故事 這是我最大的迴響 這場老鐵馬舞舞展時間到6月3號為止 3號當天在大國計畫室還有老鐵馬動態展示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觀賞 記得你講台中踩不到